好了,加油啦 我在做社會服務啦 好,我們看門架的近視分析 門架法 好 那門架的載照,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這是一個門架推完以後,它的變形的樣子 那它在這個結構上,這是一個門架結構 Inflation Point,就是反曲點 好 在反曲點上 每根梁承受 兩根柱,每根柱承受相同的簡歷 建築的構架跟它很相似,這建築的構架 這叫frame 那這frame來講 反曲點裡面會告訴我們一個特性是彎矩等於0 通常門架會有這樣的特性 反曲嘛 形狀反曲點 它的原理是建立在這樣 我們有彎矩,它會變形 當我沒有彎矩的時候,它就不會變形 它是這樣的一個基本的假設 當然這樣假設很膚淺 基本是這樣 然後 它反曲點的時候,這地方不反折的時候 好 這地方可能彎矩為0 是做這樣的近視分析 那門架法採用的假設,我們看一下 每一層柱的反曲點都在它的柱中點 這個的一半 那 梁的反曲點也在它的終點 那每一個 對每任一個城樓,每一個 每根外柱所承受的簡歷都相同 每根內柱的水平簡歷為外柱的兩倍 這根內柱是在外柱的兩倍 我簡單的跟你講,這是P 那它是兩倍 來,請問你他們所收的簡歷多少 很簡單喔 真的很好賺喔 對不對 這是兩倍嘛 假如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V1 這個叫做V1 它兩倍2V1 水平1等於0 你知道嗎 P會等於四個V1 對不對 所以 V1等於多少 四分之P 這是二分之P 它是這樣的分佈 所以它是進式分佈,很好分析很快 准不准 近視 好 大概是這樣的觀念 所以你看懂就好 好,那你看這個門架 它做這樣的分析 你看 P這樣作用過來 它會產生,你看這是 角枝層 它會產生這樣的變形 它會產生這樣的變形 也是會有 假設有一個hinge 因為它是反曲點 假設為一個hinge 那這個hinge之後 你看到它這樣彎曲 它變形曲線是這樣喔 結構變形曲線 你P是這樣 好,我反曲點在這裡 反曲點在這裡 hinge在這裡喔 那你看我取這個三角拱來分析 這以前我們分析過 好 你要take哪一點等於0 take這一點等於0可以嗎 等於0的話 這邊通通通通通過了 只要take這一點等於0好了 好,好不好 那你看 P 乘以這個h 通過這兩個不要算嘛 對不對 會等於 這一個 假如這個cx乘以這個h 加上 這個乘以這個2分之L 好,然後再用 水平力平衡 水平力平衡 你看喔 水平力平衡的話 這個p 這兩個力量 他就是二分之P 了解嗎 然後垂直率平衡這兩個就相同 利用這個方式然後接過去這兩個相反大小相同 就得到這樣的驚喜 那整個來看我也可以這樣來看 各位我們一開始P這樣做的時候這叫反對稱 他的Hinge裡面承受著 這個承受了 他是P嗎 他這邊很自然就是二分之P 這個我們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假設出來了 然後自然知道他是二分之P的時候 在取這樣的分析的時候 這個二分之P就可以得到Sumption FX 然後再取看哪一點彎具等於0 這個力量就求出來 這是一個很快分析出來的方式 然後你再把它彎具圖畫起來 這叫二分之PH 為什麼叫二分之PH 這點彎具就是二分之P 乘以這個距離叫H 二分之PH 那這邊的彎具跟他相同 注意他是正彎 他就正彎具 這樣 然後這一點是0 所以他彎具圖畫起來長 是長的這個樣子 各位了解 這邊是負彎具喔 這邊是正彎具喔 這正就是負 OK 所以這張圖面請同學稍微看一下 好 這基本的開始 假設分析的開始 然後後來你看再假設 這是鋼架 大家分析他就是假設他有三個反區點 一個鋼架是三度進不定 三度進不定 好怎麼看六個支撐反例 三個平衡式有三個位置 代求三度進不定 好三度進不定 如果取三個角點出來的時候 每一個角點 減一減一減一就是穩定且靜定 好那一樣的方式P這邊還是二分之P一樣 再去分析每一個結每一段每一段去分析 最好是從這邊開始分析 好那你二分之P二分之P你可以很快的得到 怎麼講呢 怎麼講齁 我跟各位講這個節點切開的時候 我們從這邊來分析 慢慢的看齁 譬如說 你現在從這邊切開 這是個角點 這是個角點 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水平力 假如叫V1 他沒有內柱外柱的問題齁 兩個V1 兩個V1等於P 請問V1等於多少 V1就等於二分之P 所以V1就求出來 有沒有 沒有 V1求出來之後 我們再看齁 我說了齁 V1 再取這個桿件自由體圖 你看這邊 我不畫了齁 這邊二分之P 這邊P這邊自然就是二分之P 就求得了 那我說了 再取哪一點彎句為0 你們隨便取一點好了 這一點好了 這一點彎句等於0 所以你看到彎句等於0的時候 我們這個這一點嘛 這一點我叫做A好了 Summation的MA等於0 好我P乘以二分之H 我假如這個叫做正好了 這個我叫做這樣為正 好 那通過他嘛 這樣就是負了喔 負的二分之P 乘以多少 乘以二分之H 那這個力量我不知道嘛 這個假設我這個叫做 F好了 我叫F好不好 叫F 那加上 注意喔 這是加還是減 往這邊推 負的嘛 減掉 F 乘以多少 二分之H了 F可不可以求出來 這個就求出來了 你帶帶一看 求出來之後 再垂直力平衡 他就兩個相等 這邊求出來之後 再由這邊轉過來這邊 他也是二分之P嘛 一樣嘛 這個就求出來 那這些求上半度求不來 看下半部 一樣 這兩個相等 這兩個相等 那這個P跟他相等 相等 欸就算出他的彎距了 二分之P乘以二分之H 注意喔 二分之P乘二分之H 這一點就要乘彎喔 二分之P乘以二分之H 就是等於四分之PH 剛好是這個 固定端的彎距就算出來 所以兩邊都一樣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 分析出來畫彎距圖 對這一根梁 你從這邊為正 這邊為負 你頭轉著往左邊這樣看的時候 這個彎距是負彎距 有沒有 我們講一個梁承受彎距的時候 這一根梁 如果承受這樣的彎距的時候 我們視為負彎距 這個就是這樣嘛 你把它轉正嘛 這是負彎距 四分之PH 這邊的彎距你可以算出來 四分之PH 正 剛好在反區點為零 這一點剛好是一半的地方 那這邊也一樣 四分之PH 這邊是正 正 這是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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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正 所以你看他moment diagram 是這樣的圖形 讓各位先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樣的一個構架 你看到 這樣一個構架告訴你 這是一個 三六九 27度進不定的一個鋼架 然後假設了 你看幾個條件 一個兩個三個 一樣假設了 你看1234567 7乘以21 1234567 7乘以321個 那他是27度進不定 那扣掉21個條件是 再加上 21個 扣掉21個條件嘛 三個平等方向24 三度進不定 OK 所以可以求解啦 你看水平力 各位為什麼結構都用水平力 第一個風力 第二個地震力 好 那我們往下看 那這是結構 那個他用一些彈簧 類似這樣結構 這是 梁柱接頭的指點 那最後你看受力作用的時候 會產生變形的情形 然後如果把這個結尖 這個節點 就是說這邊把它固接 不要讓他轉動的時候 你看他上面轉動情形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那些 梁結構變形的情形是經過實驗慢慢去做 去現場去推他 欸 怎麼產生這種形狀描出來的 所以很多理論推不出來 都是靠 實驗去做出來 這各位了解一下 好 我們來看102年高討這個題目 好 好